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我们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各地 其实都还算是相当的前让稳定 只是午后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我们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在台湾附近有两个天气系 一个就是北方一个封面云系 那么这个封面位置是稍微比较偏北一些 只是它尾巴是有点延伸到我们台湾的北部 所以在上午的时候还是可能会有一些 它的尾巴的云系如果稍微一进来的话 可能云量是稍微有点偏多 甚至有些地方是有点飘雨 但是这个雨时都不会太明显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第23号台风 白鲤架外是持续往西边移动 对我们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如果是大家要前往海南岛 或是雷州半岛这附近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台风未来的发展 那么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第22号台风山竹 这个山竹台风在过去24小时 还是不断地在增强当中 目前的中心最大风速 已经有高达每秒钟55公尺 那么它的暴风半岛也已经扩张到 280公里 而且它未来会逐渐地行津 这个区域是一个暖水区 将有助于它的发展 甚至是维持它的这个强度 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 强烈台风山竹 不过依它的路径来看的话 预估未来是没有太明显变化 可能会从菲律宾的旅宋岛的 这个北侧的海面 逐渐往旗边通过不排除中心 或登陆旅宋岛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菲律宾的观众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这个强烈台风 当然我们台湾也要特别注意 一方面是这个台风的路径 也有可能还是有一些变数 如果是要往北偏的话 对我们台湾来说 威胁就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目前看起来 如果依照这个路径的话 预计我们台湾是在礼拜五个 下半天开始就会出现 受到它外围环流云溪的影响 慢慢地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另外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东部海面 包含南部的这个海面 巴士海峡附近 都有可能会出现长浪 要特别注意 另外这个台风 对我们台湾最接近的时候 就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同时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也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在它逐渐接近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的外围环流 虽然说主要环流 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台湾 就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到 但是它外围环流 可以看到根本的台湾的地形 会有一些交互作用 因为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包含南部的屏东恒顺附近 都有可能会出现 相当明显的雨势 那么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这个台风的 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 比较好的地方是 它移动速度稍微比较快一些 移动速度比较快的话 可能对同一个地方 持续影响时间就不会太久 有可能减少它的造成的 损害的严重的程度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这个台风比较单纯 逐渐通过之后 比较没有明显的 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西南气流 或者是说跟东北风 有一些共搬的作用 目前是没有看到 所以预计这个台风过去之后 可能天气就会逐渐恢复稳定了 那么接下来四天 容易下雨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礼拜四 最主要还是午后雷震雨 另外到礼拜我开始可以看到 除了午后雨之外 慢慢出现一些偏东风 有些外温环流进来之后 东半部地区就会逐渐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了 那么到礼拜六跟礼拜天 影响最显著的时候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银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可以看到颜色还蛮深的 就是有可能会带来 比较明显的雨势 主要在我们的宜兰 花莲 台东 还有屏东的恒春附近 还有山区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 可能北部也会有局部地区 有一些这个短暂震雨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次台风 可能对我们台湾影响最显著的时间 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 天气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 那么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的话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低温大概在24到26 27度 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左右 那么明天各地的天气的话 其实跟今天是比较类似 只是山区还是会有局部 捕获雷震雨的机会 低温大概在24到27度 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 35度 大台北地区要特别留意 那么另外到礼拜五的时候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也要特别注意 在我们西班部的被封测 会不会有这个气流成降增温 有点像是焚风的这样子的效应 也是后续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在礼拜四的白天 还要注意的是空气品质 可能在我们的这个 包含我们的新竹以南到台南以北 也有可能空气品质会到达 这个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礼拜四天气是比较稳定炎热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还是会有五霍雷震雨 礼拜五山竹台风的外游环流 云气就会逐渐影响了 那么到周末呢 是主要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部的屏东附近 也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有比较大雨势的发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